在中国云南省的洪河哈尼族遗族自治州 分布着上百万亩气势磅礴景观壮丽的梯田 这是一千多年来 哈尼族的人民凭借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开垦出来的生态农业奇观 它被人们誉为真正的大地艺术 2013年洪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 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中国第45个世界遗产项目 我们远方的家设制组来到爱老山区 探寻哈尼梯田的神秘之处 一提到原洋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发音就是 有文明中外的原洋梯田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能够俯瞰到 整个壮观的梯田美景了 站在观景台上向下俯瞰 几百乃至上千几的梯田 层层叠叠望不到边 片片相连的梯田 宛如一个大大的海湾 由于地处爱老山的南端 这里气候湿润 每年有近一半的日子都被雾气缩笼罩 浓浓的迷雾 也给壮美的梯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每到春更时节 梯田里就会放满水 一块块梯田变成一面面明亮的镜子 倒影出蓝天白云以及一座座青山 红河哈尼梯田是由森林 水系梯田和村寨 共同构筑的一个生态系统 它所展现的生产生活方式 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红河哈尼梯田规模宏大 延免整个红河沿岸的原阳 红河 绿春和金平等线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其遗产区面积为16603公顷 加少缓冲区 总面积达到了46000多公顷 我们走进红河县阿渣河乡的浦春村 在村民的带领下 近距离了解哈尼梯田的奥秘 这儿的这个梯田 在这儿大概梯田有多少亩 有900多亩 900多亩 那是在附近吗 还是要去到比较远的地方 还蛮远 不太远 不太远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 是不是村民平常去地里干活 对对对 经常牛马和人向天的路 张扬成说 现在正是农闲的时候 田里并没有多少人 他要下山看看自家梯田的出水情况 踏上村中的山间小路 我们仿佛进入了一座森林公园 山坡上绿树成荫野花怒放 路旁竹林眼影野果芬芳 整座山就犹如一座天然洋巴 让人感到无比的舒适和惬意 张扬成告诉我们 每一个哈尼村寨的上方 都会生长着一片茂密的森林 因为有林的地方就有水 有水才有哈尼梯田 埃劳山上的森林 大多都在海拔2000米以上 哈尼人选择住在半山 就是因为这里离水源更近 哇我们这边能够看到梯田 你看往那看 那些都是浦春村的村民的梯田吗 是 哇面积很大 大 而且很漂亮 在两山之间就像是一条玉带一样 对 对不对 像条玉带一样 而且它每一块梯田的形状都不一样 对一样 你一下那眼睛一看下去 是好像在中间嘛 两个都像船一样 你一下看下去听起里面嘛 嗯 哈尼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千禧民族 来自甘肃青海一带的高原地区 1300多年前 哈尼人走进了埃劳山中 虽然这里地处高山峡谷 不过阳光充足 雨水丰沛 拥有理想的水稻种植环境 于是就有了哈尼仙人 因地制宜 开山造田的故事 现在浦春村 共有市区的哈尼族农户 615户 人口将近3000人 村民已种植玉米 棕榈树和茶叶为生 田里的水稻 大部分是供村民自家水饮的 是他们一年的口粮 张阳城告诉我们 村民们在插秧前 要先把自家的地离好 以便让逛改梯田的水流 更充分地流进土壤中 我们在这边听到有泉水的声音 对 是哪有水吗 里面 这有水 我们听到的这个水声 就从这来的吧 是从山上流下来的 这个顺着是流到哪呢 这边顺着 直到田里边 直到田里边 能流这么远吗 圆 张阳城告诉我们 类似这样的山泉水 在山上有四五处 全村900多亩的梯田 都要靠他们来灌溉 村民们利用山石 在田边开取饮水 将水源引入自家的农田 您现在是在清淤泥 清淤泥干嘛呢 这里呢 河里用水嘛 河里用水 河里用水 就不让这个淤泥堵住这个入水口 对 不能堵住水 不是 那为什么这个口大一些 那个口要小一些呢 那这里只有 只有六户 只有六户 六户 三十户 哦 哦 明白了 由于提田位置不同 大小不一 为了保证每户都能得到充足的水量 哈尼仁在沟渠上放置了分水器 利用不同的开口大小来调节各家的水量 然后一个 提田面积大的农户可以分到三根手指宽的水流 小的则只有一根手指 您说有四十二有这么精确吗 精确嘛 这是算过的 算多呢 两个的 你这个两三个木头 咱们这个决察就是四个木头 哦 根据每家每户的这个提田的面积多少 面积来分 然后一个拇指一个拇指的这么分 对 由于以前是在木头上造出缺口来分水 所以这种逛拆方法又叫克木分水 现在为了保护环境已经不再看树 而改用皮指量出缺口的更加精确的石刻分水器了 那现在咱们去看看您说的以前的最最传统的这个用木来雕刻的这个分水好不好 好 来 走吧 为了维护好全村唯一的水源 哈尼仁很早就请勾掌制 来监督和管理提田 钩掌由全村的农户集体选举出来 每人要负责50户人家的灌溉用水 张阳诚曾经当过一年的钩掌 每天都要在这条路上巡视一遍保证钩水的长通 了解和监督村里的用水情况 因此他对这里的每条钩渠都安属于心 这是木头啊 木头 这不是石头了 不是石头 这是您原来说的最传统的 传统的木头 克木分水法 一家两家三家 东南家是三只木头 两只一只 这一只都有 两只不一 你说你贴里面就大 你们就用你学多 还有贴杀里面用你学杀 这是老祖宗的规定 你去留下来 老祖宗的规定 每家每户多少地 到现在也是不变的 张阳诚说 因为一般的木头 被水浸泡后容易腐烂 甚至被水冲走 制作木质分水器时 只能使用板栗树 黑果树等耐腐蚀 耐磨损的木材 同时必须在勾掌的监督下 由村中最好的木匠完成 其他人员不得擅自生产制造 刚才张大哥说呀 这个木头呢 只能用一遍 而且特别的不环保 然后现在呢 改用这个泥石板 这样的话呢 可以用很久很久 像这种用刻木分水的方法 是从什么时候改变成 用泥石板的 这个泥石板是 这五年的时间呢 全是木头 以前全是木头 张阳成熟 绝大部分时间 村民们都会自觉地遵守 村里的分配规定 但在水量较少的干寒期 也会偶尔出现 村民偷水的情况 有偷水的也要 偷水的时候是 在一个鲎住来 鲎着家 一些鲎住嘛 大家偷水了 对我刚学来来讲 鲎着来讲 你进来我进来 大家都偷资嘛 偷资要发多少 要通资嘛 就出钱 一起面发360 一起面发366块 有得得不易 对于浦春村的村民来说 360元相当于年收入的 四分之一 偷水的代价可谓惨重 有趣的是 如果沟长没有及时发现 偷水的情况 也会将受影响的农户 缴纳罚款 双方互相制约 互相监督 好在哈尼人奖罚分离 一年下来 如果工作得力 各家农户也会以赠送粮食的方式 来感谢沟长的付出 像张大哥说 他们家如果是 一个支头的这个水量呢 就是20斤稻果 两个呢40斤 三个支头是60斤 这是从以前就传下来的 现在是慢慢提高 慢慢提高 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野兰的20斤 现在提到40斤 野兰的20斤 听到40斤 提到80斤 随着种植方法的不断改进 现在田里的水稻年产量 已经翻了一番 而用水量 却没有改变 流传千年的刻目分水 仍然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发挥着它的作用 采访就要结束时 张阳城提出 要带我们去看看 这里最美的梯田景观 您平常的时候 会经常到这儿来欣赏一下美景吗 平常我们坐着 坐着这个地方 就在这儿 就在景中干活 什么样的心情 心情舒畅嘛 心情舒畅 张阳城说 尽管自己已经在这里 生活了一辈子 但每天面对这些祖先的遗产 还是能够发现 他们截然不同的一面 苍茫的爱老山 养育了几十代的汉迷人 这些大山之子 也用自己千年的耕耘 彻底改变了母亲的模样 让他在天地之间 焕发出动人的光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